好 持續追蹤呢 這個嫌犯疑似因為不滿被害人 私吞30萬 將他帶回家裡 並且長期施虐 最後是痛下殺手 昨天外出工作的媽媽回家 她第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情緒是崩潰痛哭 也讓整起案件因此曝光了 而被害人呢 全身是不滿心就傷痕 上午驗屍的時候 家屬是相當的氣憤 痛斥兇嫌 真的太可惡 學習男子遺體相驗 家屬痛斥陳姓兇嫌殘忍 但卻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兒子 是詐騙集團成員之一 遠景從命案現場搬出點鈔機 這是命案的關鍵證物 根據了解 陳姓嫌犯和許姓被害人 都是詐騙集團成員 兩人也都有毒品前科 疑似被害人私吞30萬元 詐騙款項 被兇嫌控制在家 等著指派去收款 警方從現場搜出的一條皮帶 懷疑他長期遭到虐待 警方調閱大樓監視器 發現被害人平常可以進出 應該沒有被囚禁 他最後身影是出現在7月3號下午2點多 應該就在不久之後遇害 嫌犯在殺害被害人之後 藏私衣櫃 姐姐也疑似協助毀屍滅機 父親雖然在家 但身染重病並不知情 母親是24小時看護 平常都不在家 案發當天她突然回來 嫌犯情緒崩潰痛哭 還說要丟掉衣櫥 整起驚悚的凶殺案才會因此曝光 記者葉宏榮SNG小組高雄報導 好 好 好